我还记得在马来西亚的电视台里面 给我们是最高的分数是A级的 第一炮大奖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从1983年 马来西亚华人成立50总会以来 几乎年年举办50比赛 这是一项全球华人共同关注的世界性活动 因为有比赛就一种切磋 那在切磋的过程中大家就起长不短 你要赛我 我要比你更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去年纪和国赛 这一天都然是阅长的 一天都不合格 我天常在阳 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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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来西亚森林密布 但天气炎热没有四季之分 1997年一个闷热的黄昏 天际云层正在聚集 眼看暴风雨就要来临 恰恰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影正在建筑物高处久久徘徊 这可不是梁慧常在拍电视 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夜烧全公司在突然而至的 东南亚金融风暴冲击下破产了 百万家产瞬间消失且不说 还道歉四百万巨款 夜烧全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就跳下巨状了 因为从无到有是快乐的 从有到无那不是痛苦 那是比痛苦还没办法形容的痛苦 大雨倾盆而下 夜烧全麻木的神经开始清醒 在他面前出现了父亲辛勤劳作的身影 如果我们不仗起来 那么父母怎么办 家庭他们要怎么样过日子 不要再让父母 再受这样的苦难 不能够因为面对一些作策 而轻荣放弃 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神明 发挥的灵灵禁止 不久 夜烧全争取到一个机会 去中国考察访问 我的确看了很多 我看到中国的壮大 我看到中国政府的智慧 我看到中国政府 怎么样到城市去扶持重能 重新振作起来的夜烧全 在中国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满山遍野的绿树红花 连同中国传统的中草药理论 开启了夜烧全新的思路 而中国 这个海外游子 魂牵梦营的父母职榜 也以宽厚的双手 遣起夜烧全的全新事业 北京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等 多所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 商业集团与夜烧全合作 一起进军生物科技 和绿色保健食品市场 借助中国的资源和平台 夜烧全站立起来再次出发 新世纪到来的时候 夜烧全重返故土 参加中国大连市举行的 国际生物草药经济论坛 我都一直强调 速度速度速度 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一定要快 原来今天并不是 我一个人在赛爬 这时候 他早已还清巨额债务 欲获重盛 他创办的生物科技集团 已在马来西亚上市 并连续数年 荣获马来西亚五十大企业奖 他本人也于1999年 受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元首封赐 荣获拿都勋爵 虽然今天我们都说 我们是马来西亚华人 但是还是在中国 所以我们都跟中国 一路来都借用着 中国的资源和平台 我都会突破 会和经过 高厂门 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承的接力棒 叫到了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梁耀聪手上 梁耀聪受姐姐启发 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办一个马来西亚中文电视台 让占马来西亚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六百多万华人 有一个交流的窗口和平台 我真正因为经历过东西方两个社会 在不同的生活过 更加明白一个人 文化对一个人有多重要 我想我其中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把我体会的 可以跟这么多人去分享 我去外国读书是我姐姐供我去的 然后回来的工作 我说我要搞这样的东西 也是家人有开始与金钱上的支持 到后来实际投入一起工作 姐姐加入我们公司一起去打拼 这个是很中国人的一个精神 就是一家人一起奋斗 一起去为了一个事业去努力 欢迎来到这个多姿多彩的感官世界 我们带给你最优质的休闲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梁耀葱理想实现了 家喻频道以崭新姿态 出现在马来西亚音频上 八月中秋节前夕 家喻频道及时播出有关月饼的节目 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家庭的热门话题 短短纪年历 家喻频道与中国广东 广西 福建 四川 上海 北京等地的电视台密切合作 打造成为马来西亚一家 受人关注的中文传媒平台 中国百姓大小事情及社会热点新闻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 为什么我选择了跟中国合作 我的打付就是 那个是跟我最亲密 最直接的关系 就是我祖先也在那边 中国的文化跟我就可以说连成一线 熟悉而又亲切的闽南香音 随电波越过夜空 穿入门窗 飘洒进千家万户 许多华人家庭按时打开收音机 收听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播出的 华语音乐节目 节目主持人张吉安 是在马来西亚农村长大的华人后裔 他从小就喜欢上了来自中国流传久远的 童谣 鸣歌和摇篮曲 一代代华人先辈 吟唱着古老的乐曲 倾诉着他乡生活的艰辛 思念着故国和亲人 那么这种潮州歌词呢 就是当年老人家 他们在闲暇的时候 没事做的时候 吃完饭 大伙儿相约几个好姐妹 都是潮州人嘛 对不对 他们就坐在家门口 就拿着潮州歌词 就一边唱 一边自娱疑人 那这些潮州歌词 其实你深层地看 它记录的是一个当年 他们精神的寄托 但是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他们离开 都会随之带走 丢掉垃圾桶 或者就完全没有人去理他们 从大学广播电视系毕业后 张吉安进入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工作 常常利用工修时间 到山村田头华人居住区 收集民歌民谣 然后经过整理 配音播出 他像是位忠诚的文化森林守护人 细心守护着 在马来西亚 濒临灭绝的 中国方言 和中国民间古乐 我希望就是能够通过这样子的广播方式 让大家知道说 这些人虽然走了 长辈虽然走了 你们可以把他留下来 当成是你们家里的一个 祖传的一个家宝来收藏 至少过了几代之后呢 让你的孙子 孙子的孙子 儿子的儿子 去看一下 这是当年你第几代的爷爷 他们当时是看这个东西来唱歌 这就是你家族的一个 这样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记忆 明月出天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轮明月高挂在天山雪峰 照彻了咸阳古道 苍凉的丝绸之路上 脱灵生生 辽阔的马六甲海峡之宾 正和船队的桂杆如林 千年沧桑 华夏文明的根脉不断 近西河西 共死灯竹之光 一年一度的中国农历新年 是马来西亚六百多万华人 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新春佳节 梁万松家里腾气欢乐的声浪 他们用这种叫做捞声的传统仪式 迎接忽年的到来 这一天 自父亲故事后 一直在寻找家族之根的梁万松 心情特别幻差 因为我觉得根源除了自己的心 自己的家族之外 每一样东西在我们血里面流的 跟中国上来的关系的东西 都是我们的根 都是我们的源 我觉得 中国强盛 会带动世界和人 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看出电视台 当奥运做得这么好的时候 好多华人哭了 很感动 哎呀 你看 中国可以做得这么好 中国的成功 就是我们华侨 华人的教案 我宣布 中国2010年 上海世界不兰会 开幕 2010年5月1日 世界又一盛世 世界博览会 在中国上海隆重开幕 马来西亚旅游部部长 拿督斯理黄艳艳 率团参加 当天晚上 黄埔江两岸 焰火怒放 这时候 据黄艳艳父母 再次乘船 远离古土 已经整整 七十三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